被台湾通弃了16年的竹联邦大佬白狼张安乐 29号的中午他就要飞回台湾来面对司法的审判 中式新闻抢先为您专访了白狼 他说他回台湾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 就算因此坐牢他也无所谓 只要把这个带回去 赢了一半 高举双手亲自示范下飞机后的第一个动作 被通弃16年的竹联邦大佬白狼张安乐 即将飞回台湾 上手铐我会把这个举起来 拍我上手铐的镜头 我就把一国两制呈现出来 很目的就是这个 为了个人政治理念回台面对司法 但外界传言他仍然隔海遥控竹联邦大小事 他只要随便抓几个竹联邦的 你就说是张安乐叫你做的 就够了就来戴我帽子 别看白狼讲几话来笑容买面 其实他的健康早有隐忧 大肠有八个席肉 八个 心血管堵塞了百分之九十几 专了两个支架 曾在美国坐了十年牢 现在回台湾面对二度牢狱之灾 我坦坦坦的 应该就是一天 检察官也可以关我两个月 也许法官两个月不够 再关我三年 我回去是面对一二三 想吃的是台湾的牛肉面 桃圆街的都讲起来 白狼张安乐28号要在这边办欢送会 即将结束长达17年的海外生活 29号就要飞回台湾面对司法审判 以上中纪人王区黄桂在上海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发展栏ide Saul 中文字幕发展栏ide Saul